字幕提供 各位好 歡迎來到RTV的時事一丁 首先介紹我自己 我是Andrew 趙家賢 本身我是民主黨東區泰古城區議員 以及民主動力的成員 還有另一個身份 就是香港的認可調解員 多數都是在時事一丁的節目 或是其他節目見到我 我多數一定會講調解 上幾集都有講到 有關於調解在各方面的應用 調解發展的趨勢 或者今集我比較上是 可能就一些平時社會生活上的事情 時事方面 去看看究竟調解 可以怎樣去應用 最近大家都有了解到 這是有位公民黨的大律師 李志喜大律師 他就著去協助 因為有幾位菲律賓籍的容工 透過他向政府入品 有關菲律賓居港權的問題 當然這涉及法律上 可能有一些灰色地帶 或一些不清晰的情況 從而律師和大律師的責任 會去釐清一些情況 希望法庭可以頒布判決 這件事已經在社會上 當然已經眾說紛紛 有一邊就會覺得是 法律放在這裏 不是一定要你試而已 是吧 另一邊就說不是 香港司法獨立嗎 這就正正和國內的法制精神不同 再從而這個爭議 再慢慢在社區方面 現在發生甚麼事 就很簡單 就是大家近來看新聞都會見到 外傭甚至乎也有出道理 就是他們要求有合理的居港 或者是受香港人的尊重 而另一方面 就是他們反對日品法庭的 有一群香港本地人士 又組織了一些在Facebook有關注組等等 就是顧名思義打正其後 就說我們反對菲律賓籍的外傭 是可以在香港擁有這個居留權 甚至乎轉為民有居民 見到這件事件 當然我上幾集也有說過 調解對於一些社會的政策方面的東西 或者是法律很Absolute的一些解釋的寫法 其實調解是很難去做到一些工作 但是就著現在是因為這件事 而引起一些社會上 變成現在是像是一個族群的衝突 這方面正正是調解 其實是可以應用得到的 但當然了 政府現在已經是 揹腳握政府 到了這個時候 其實他已經是沒有甚麼特別的作為可以做 除了是等到臨到 我想也是等到臨到最後 曾蔭權要卸任之前 可能就會復健居屋 建立幾個好少少的政策 讓別人記得他的事 這個呢 譬如我講解 調解如何應用下去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就著 現時 究竟是香港人 或者本土那群比較反對 外籍傭工 如何可以有香港的居港權利 首先我們要了解一下 他們究竟有甚麼的訴求 然後從而當然了 了解完之後 我們要了解一下 菲律賓籍傭工外傭他們 他們其實對於這方面 又有甚麼的看法 那麼我首先 我作為調解員的 我當然問其他一方 譬如可能 本土的香港人士去表達的意見 有很多當然會說 習菲律賓傭工外傭的話 來到香港 如果仍服務了超過七年 就可以取得香港的 永久性居留的身份證的話 顧面之意他就變成居民 譬如說有很多的福利可以享用 就例如 例如縱援 雙層津貼 很多的福利 甚至供屋 他都可以去排隊 這方面的香港居民 大家可以看到他所提出的關注 其實他是會作為關注 香港本身政府的資源 那個應用的問題 會否說是 變成了不是服務香港本利的居民 就有一些資源可以流出去 給一些非本港籍的人士 好了 然後我們看回菲律賓傭工那一面 其實他們來說 他們為何說需要 說是有一個永久性居留的身份呢 他們很單純的看來 來到香港我們是有貢獻的 這個貢獻 是應該需要得到認同的 如果認同這個貢獻的話 也認同我們是 其實在香港已經工作了超過七年 如果根據基本法的說法 是否應該超過了七年的工作呢 其實已經是 可以享有了香港的永久性居留的身份呢 這個他們似乎是比較重視 他們的尊嚴是否被受 去尊重他們的工作成果 是否被受別人的讚賞 當然 有一些黑暗面的 藏維策項 他們在會議議程底下 大家沒有說的 例如說 可能菲律賓傭義雄工那一面就是 他們可以作為永久性居留的人士 就可以申請其他人來香港了 那麼他們菲律賓那裏又有不同省 那些不同的菲律賓 因為分了七十多個省 在不同的省那裏又申請親戚來香港 那麼香港便會錄尋 這一方面就是香港本土有這樣的看法 但是首先我們要釐清一件事就是 大家其實對於這件事 有沒有這個居留權的事件呢 其實大家價值上本身 其實不是說有一個直接的衝突 但是在一些細節方面 就變成是有一些衝突 譬如說 我這隻員工他可否申請很多人來香港 令到香港有多了很多的人士 可能是只是享用香港資源 並不是為香港做出貢獻的 所以這些細節底下 其實就變成是可以慢慢去談 但是由於現在就比較上是互相對立性和政府方面等等 沒有一個有效的系統可以做一個調解員一個中間人的形式 他兩方面都摸底了解的情況 所以就變成很難去做得到 但是其實這件事是否完全不可用條件去處理呢 是可以的 只是政府現在就 他由於之前所限 他所說就會肯定是 只顧著說 接下來的官司 如果打贏了打輸了 後果要怎樣行政上安排是怎樣的 他只是在想一些 叫做上頭 發覺有甚麼問題要做就要做的問題 他不會是想前幾步 所以大家記住 其實調解是很有彈性 其實很多場合底下都可以形容得到 但是視乎大家有沒有一個心 拿出一個心出來幫忙 我經常都說的就是 大家了解調解、認識調解 不是說大家都要做到一個調解員 但是大家其實很重要就是 我們本身要有一個調解的概念 就是說很多的事情 我們要認知 有些事情是開心 有些事情是不開心 或者有些事情 不是我們完全可以控制得到、操作得到 但是我們就在當中現實的環境下 是能夠去到爭取各方面最大的利益 令到我們各方面都能夠開開心心 可以解決這件事情 說回一些事事 就說是外容這件事之外 我又說說以調解擺入社區 最近我處理過有一些調解的個案 本身是一個勞之糾紛 有關於有個地產經紀 跟他那間公司的老闆 就於合約上有個問題 原因是怎樣呢 就是原來他合約時又說話 他一定要考試才會繼續聘請 但是新入職的員工就是他考試 考那些地產經紀牌 結果是考了一次兩次都是考不到的 所以就僱主要和他終止僱傭合約 這也是根據合約所里行 不過當中原來就發現 有一些支節位就 某一期的人工的薪金沒有給到 其實聽上去大家都理解得到 可能是當中的過程當中 就算簽那份合約可能有些漏洞 兩方面有不同的 對於他們的合作關係 有一個不同的領會在當中 所以變成有一個爭執 他們打算做調解 但是他們調解不成功 他們也可能會上去勞工署那邊 幫他們安排場地 誰知道這些時候就一波三折 安排場地的時候 本身就是我們民主黨在九龍那邊 我們的總部是有場地可以做調解的 但是到那時候 那個僱主即是地產經紀的老闆 他就說去到這麼遠了 我在鴨利州的 不要了不要了 所以我們盡量去找地方安排 近他多些 最終原來他自己提供到一些方案出來 原來是他在他自己的商場當中 他有幾家空的店舖可以租出去 是未租的 所以變成可以用那些場地來做調解 我們都覺得既然可能方便大家 都方便他們的話 我們沒有所謂 但是再聯絡對面 另外就是員工那方面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 我又要來到做這個調解 還要在一個自己平時上上班的環境去做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 那個僱主會不會是有些東西在影響著他呢 他就覺得感覺不良好 他就不同意做這個調解 所以大家會了解得到 就是有時候 一個中立場館的作用其實也很大 當然另外一方面就是 他們又會覺得 如果是跟僱主或者僱員這方面做一個調解的時候 原來又是 好像有很多事情是 可能僱主的影響性很大的話 就令他們感受不良好 這個變成有時候我們做社區調解 因為我們是一個無常服務 是義務 是免費去幫忙的 有時候 很多的事情其實是有一個限制 因為他們又來得很急 一個星期也不夠 就說需要做調解 我們有時候一些的社區會堂 政府那方面 民政署提供的場地 是講不及申請的 一定要是一個星期或以前去申請的 除了另外這個個案 我又可以分享一下 另外有一個就是 關於樓上樓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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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問題 就是本身樓下 搬進去之後 開始發覺樓上的天花 ちょっと滲水的情況 他最初就不在意 但越來越滲得更厲害 開始找管理工廳才去看 就發現,應該是樓上樓有水管流水了 誰知樓上 最初跟他談的時候 就完全不理睬 不理睬,那怎麼辦呢? 就出信要求他開門 他也不允許 管理公司到時候就邀請食環署 流水辦事署去幫忙 出信要求約好時間去開門 怎樣上去呢? 當然發覺那裏是有些水管 而令到樓上也拱起了 結果他是願意去維修 但維修的時候 他只是願意維修自己的水管 和上面的地磚 但下面那層怎樣呢? 其實下面那層又沒有理會 當然,這樣就有爭議了 有爭議也要做調解 原來很多時候就是說 一些保險 如果雙方在樓上樓下單位 各自有買這些家居保險 很多時候就是那些保險公司 都會是很多的條款 限制了就是說 就住那些水管滲流 是怎樣去賠償 怎樣責任上是誰付 因為當你買了保險 保險公司就無論任何時候 都一定叫有關的客戶 不要去接受你在這件事 有任何的過失 不要接受這個責任的問題 到樓下當然是很懶惰 樓下你真的流水流下來 結果要怎樣 就算我跟他坐下 兩方面去聽調解也好 樓上也是說 不是我不想做 但是我那個保險公司 也是這樣說 結果樓下真的要去到小花錢寨 入滾去打官司 樓上那間的保險公司 才願意作出一些 亭和解的賠償 有時候我作為一個 調解員在社區上面 看到這些事情 其實真的不是很開心 原因就是 好似你令到一些事情 大家可以很容易坐下 談好去 很開心 但是 結果就是要大家拖拖拖拖 由於一些外作因素下 是解決不了 所以也是那句 我希望 接下來我還有機會 跟大家說的時候 都可以分享多些 調解那個效用 調解那個 現在在社區 或者是時事方面的應用 今集 時事一定又到那一段 下集我可以再跟大家作出分享 OK 拜拜